玉里镇乐和哈拉湾部落日前地震造成土石崩落 堵住沙方的溪流形成艳色湖 水保局收复完成后 这次灿树台风来袭 同一地点又发生土石崩塌 不仅民众里长也忧心不已 期盼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彻底解决问题 维护部落安全 灿树台风强风大雨一夜吹息 玉里镇乐和里哈拉湾部落后方的山壁产业道路又发生 坍塌意外 大量土石从山壁滑落 情况危急 哈拉湾部落后方这一处山壁 上个月17号因为地震的关系 造成山壁土石崩落 堵住了下方的溪流而形成岩色湖 部落族人即刻向上反应 水保局花联分局也即刻修复 排除危机 不料这一次台风来袭 同一地点又再度发生土石坍塌 不仅民众里长也忧心不已 这个地方 刚好又是也是当方的地方 它现在又更大 阴害到我们部落的那个影响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河床就已经快 已经堵住了这个 这个河川 这个再大一点 那个水下大 下大一点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部落就超秧了 这一次坍塌规模比上次还要大 土石堆积的高度也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部落族人现在非常担心 未来几天若有强降雨发生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里长陈阿州期盼相关单位重视 彻底解决以维护部落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